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温成智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各位同心学员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晚上很冷 上回初级班还记得吗 上过的课程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有从国外回来 台语听不懂的 就是我们的母语听不懂没关系 那我们就讲什么 普通大家听得懂的 今天题目是天皇主权 巴黎至上 那高级班的课程 里面的内容会比较深 所以各位同心 务必在听课当时 这个当下你就记得 把初级班重要的概念 在脑海里面再复习一下 初级班有两个重点 还记得吗 国际战争法的重点 一是什么 占领不得宜专主权 第二个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再来是万国公法 很主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可不可以割让 可以割让吗 不可以 只有什么才可以割让 什么样性质的土地才可以割让 对 殖民地 Chorally的土地 殖民地或是拓殖地 才可以割让 这是重点 记得要复习一下 好 那边请坐 OK 那各位同心 请记得 你现在把你的手机关静音 这是很重要 因为每个同心 有听课的权利 好 OK 来 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 大家认得他吗 他是谁 我知道是日本天皇 是哪一位 对 明治天皇 大家认一下 明治天皇 他生日什么时候 有没有人记得 他的生日 几月几号 来 各位写一下 11月3号 11月3号 对 对 这个日期大家要记一下 11月3号 明治天皇生日 我们天皇生日 每一位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尽量把它记清楚 现在的 平成天皇的生日 还记得吗 平成天皇 12月23号 这都要记得 昭和天皇 没有人记得的 我给各位题目 为什么要记这些 很简单 我们要了解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还不是 不是 我们的法理的身份 就是 日本台湾人 就是日本天皇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原来的 住在这里的人 而不是1945年 9月2号之后 才陆陆续续 从别个地方来的人 这是很主要的重点 好 这是明治天皇 天皇主权法理至上 这是今年 今年我们到 日本天皇祝寿团的 所有的同心合照 这在哪里还记得吗 松山机场 这是明治天皇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性质 大家记得 它是什么宪法 清定宪法 这是皇帝 君主立宪 君主二元制的国家 除了皇帝之外 日本天皇 他一个人没有办法管 这么大的土地 库业岛 北方四岛 朝鲜 然后再来 北海道 本州四国九州 沃琪娜 就是琉球 然后什么 佛罗摩沙 佩斯多利斯 澎湖 再来什么 新南群岛 这么大的土地 天皇一个人 没有办法管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只好交给谁 交给他所信任的 帝国政府 这是在 二十四大战的时候 所以 清定宪法 就是他 一个国家 有两个 一个是负责 是所有权 所有权 是不能转让的 管理权 管理权 就是交给 帝国政府 就是我们知道的 二十四大战的 大日本帝国的 帝国政府 那由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这样 和平条约的制约 天皇的权力 被玄制了 suspend 在什么地方看得到 旧金山和平条约 第一条的B款 日本天皇管理 国家大政的权力 被宣制了 那原先的 帝国政府 还存不存在 瓦解了 那等于说 变成一个新的 日本政府 就透过 修宪 修宪就是把 大日本帝国宪法 修改第四条 跟第九条 成为一个新的一部的宪法 这是什么 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 就是现在的 日本政府 新日本政府 现在安倍 领导这个新的日本政府 他所使用的根本宪法 所以 那个 和平宪法 而不是原来的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所以 大家记得 国体有没有变 整个大日本帝国的国体 有没有变 没有变 政体变了 政体变了哪个 两个政体 原先的 大日本帝国的政体 变成新的 日本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这是什么性质 它是由人民 所组成的政府 跟原来的不一样 懂意思吗 也就是 它一样也是经过 军事政府的 占领 记得 现在 新日本政府 它那个地方 有没有结束占领 没有 美国军事占领 一样是占领 日本 只是说它现在 管理是交给新的 日本政府来管理 懂意思吗 旧金章和平条约 里面的内容 是整个 日本帝国 的范围 不是说 好像 我们好像讲的 好像48个国家 签订的 那 日本帝国 好像里面不是 讲的很多 大家记忆当中 但是要记得 课程上讲的 你要回过头 要去什么 把新台湾论的内容 堵守 来 新台湾论有吗 来 我看 谢谢 来 我问一下 你这本 现在手上有的 请举手 你有 你有买的 请举手 好 谢谢 有没有买 所以你一直摇头 所以 一定不知道 这本里面内容很重要 来 我跟大家讲一下 里面 他讲的内容 美国指定台湾设立 就是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 华府在哪里 华盛顿DC 成立驻美代表处的设立经过 然后还有很多 有关于国际法 还有占领法 战争法的部分 都在里面 法理不是只有听上课就结束了 这本书 六版多页 不是说上一上 我就懂了 你有没有办法懂 没有办法 各位 对啊 你现在讲一两三页 然后一两本这样子 哇 我就可以打骗全天下 无敌手了 No 你法理没有毒手 免谈 你让他出去跟你问 来 请问一下你 为什么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是日暑美战 在讲法理的时候 来请坐 讲法理的时候不能只讲那个那个 这个那个 我们要讲很清楚 很了解 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 就像刚刚 那个 事与所念的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台湾民政府的目标在哪里 也就是第二句话 依据国际法理 第二句 是什么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台湾民政府的目标 后面 重点来了 也就是刚刚 跟刚刚提醒的 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谁有责任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根据什么 两个条约 那两个条约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主要的依据在哪里 在哪里 有读就是不一样 没有读就是 要不要读啊 要不要读法理 那本书很重要 不是说我可有可无 No 你没有读就是不一样 所以很重要一点 各位 法理重不重要 你没有读手出去 人家讲说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所以我们的总统是蔡英文 他就开始 哦对 我们的总统是蔡英文 以后我们回归中国 在这边上的课又忘记了 上的课内容又还给讲师了 为什么 你没有去复习新台湾论 然后我认为我上课上完课就好了 没那么简单 像一般像讲师以前也是从初级班高级班 然后再一路陆陆续续 然后把新台湾论手 今天才有办法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读新台湾论重点的内容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各位 我也希望你们在下课之后 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在讲法理 不是我当学生 我带台下当听众就好了 不够 要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各位 大家要一起努力 不是只有靠讲师 靠知识 总知识 超俊手 靠议员 不够 大家各位 同行要一起努力 好不好 新台湾论一定要独守 你还没请的到报名处那边问一下 好不好 OK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要的性质 它是清定的宪法 跟一般民主国家的宪法不一样 民主国家的宪法是什么 大家要什么召开国民大会 或是什么国会去制定宪法 对不对 不是 这是明知天皇 他所写的宪法条文 透过帝国议会审议之后 由日本天皇 明知天皇陛下 颁布行宪诏书 把帝国宪法实行在 整个日本帝国 所以不一样 主权在谁的那边 什么叫主权 Sovity 英文就是Sovity 所以在马关条约里面的英文版 你可以看到 清帝国 他把台湾澎湖的Sovity 交给谁 日本天皇 那究竟上和平条文第二条B款 他有没有讲到Sovity 没有 Japan Japan Renox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asadena 大家记得 ALL后面 Right Crime 这些 后面有没有加S 没有 你读过英文就知道 ALL后面要加什么 S 那整条的条约内容 有没有讲到Sovity 没有 所以只是什么 把台湾澎湖的管辖权管理权交出来 而且前面这个Japan 我问一下 前面这个Japan 是日本天皇的请举手 日本帝国政府的请举手 大家要举 我再问一次 不要看到 看看 各位 我要知道你们懂得哪边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高级班 不是初级班 大家要问一下 Japan Renox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Pasadena 前面这个Japan 我再问一下 你认为是日本天皇的请举手 不是的请举手 谢谢 请放这样 那不是的话 是日本帝国政府的请举手 是现在新的日本政府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对 前面这个Japan 记得 它是新的日本政府 就是现在安倍政府 它可不可以管台湾 可不可以 不行 它的管辖权 因为签订就经常和平条约的 就是后来新的日本政府 也就是吉田茂 吉田茂 它不是代表原来的大日本帝国的大臣 而是什么 新日本政府的首相 代表新的日本政府 跟48个国家签订旧经商和平条约 那什么时候签订的 初级班都上过了 几月几号 什么时候 你看只有那个同行会 来给它鼓掌 1951年的9月8日 写下来 我看大家有没有记得 你不记得的话 赶快去把新台湾论请回家看 好不好 来 那究竟在和平条约什么时候生效 什么时候 绝节号 那个是签订日 生效日是什么时候 1952年的4月28日 你如果怕忘记笔跟纸 笔记本把它写下来 你才会记得 要不然你忘记 又开始抓头了 那个时间关系 你回去再看影片 来 什么时候实行大日本帝国帝国宪法 在明治22年的2月11号 帝国宪法实施的日期 这本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这官报版 哪个单位 内阁官报局 那时候公布的 那时候 天皇有立了五个玉事文 就是要宣誓 五条玉事文 明治天皇在庆印四年 就是3月14号 1868年的4月6日 所发表的室文 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玉所的正殿 紫城殿 向天地人民宣誓 揭示 揭开国事方针 堂堂开启了明治为新的历史序幕 那四文是由福景帆的游历公正起草宗旨大义 由屠左帆 他们都是幕府 地点 再来福岗校地 你如果有看过花燃或者是那个 那个内容的话 或是板上之云你就知道 这些帆是 就是当时幕府的那个各地的那个地点 穆孝云 这大概看一看就好 最后 臣妇明治天皇才决定案 所以这边看很清楚 主权 决定权在哪里 天皇 这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天皇亲率 在百官在神前宣誓 那四文的正本由明治天皇 这个亲王撰写 三条十枚代表天皇宣读 之后文武百官依奉达书上签名 四文跟奉达书皆记载于 太政官日记 日志 这是那个御四文的内容 一 广心会议 万机绝于公论 二 上下一心 盛展经纶 三 官吾一体 以致庶民 各遂其志 勿使人心 倦怠 四 破除旧有之肉席 一本天地之公道 一样 追求公平跟正义 五 求知识于世界 大政皇国之基业 我国将进行前所未来的变革 故政公身先纵而行 向天地声明宣誓 定是国事 立万民保全之道 判仲亲 以坚秉此念 同心努力 这会打拼 宪兵是不是只有中华民国才有 人家日本帝国最早就有了 宪兵 有没有看到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军府 哪个国家 日本帝国 我们看到那个帝国政府的 大致上的一个组织 天皇 内大臣 宫内大臣 淑密院 众臣回 冤老 华族 贵族 统帅大权 天皇可以解散什么 众议院 选举 征兵 这些大家看一下 大家是成名 帝国宪法里面的内容 刚刚有讲到 麦克拉斯是修改第四条跟第九条 第四条是天皇是元首 第九条是宣战权 帝国宪法下的国家机构 大概整理出来是这样子 刚刚我们外务省 大臣省 大臣省是在管什么的 管money 管钱的 司法省 文部省 陆军省 海军省 内务省 同心 你可以不用拍照 还记得吗 要去哪里看影片 来 上YouTube 没去看 那你就要自己要去学习了 不用拍照 OK 来 马上按 我要看你按这个 YouTube 怎么操作 这个网站 YouTube 在这边打 来我们同心旁边跟他交一下 同心会不会 会上网的交他一下 OK 这边打台湾民政府 影片 我记得上一回初级班下课的时候 我有写一张纸 对 那课堂上我是跟你讲 我们 专心听课 不用拍 因为我没有影片 你可以放大看 有没有 因为你拍照会不会影响 同心的听课 会哦 有些重要观念 你一拍 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就没听到了 懂意思吗 OK 这边 直播上面 底下这个 OK 这边点下去 然后底下往上翻 往上 OK 这边里面都有 好 我们跳到 我们刚刚讲的 好 谢谢 这边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国家机构 元老 宫内大臣 苏密院 帝国议会 天皇制定 清定宪法 交给帝国议会 帝国议会里面有贵族院跟众议院 去审议后 OK 呈给天皇 由天皇颁布行政 行献诏书 把帝国宪法实行在整个国家 行献纪念日什么时候 大日本帝国行献纪念日 什么时候 刚刚看过 还记得的请举手 不是有一张图 挂日本国旗中边写 明治几年 记得请举手 不记得的请举手 请放下 都没有做笔记 所谓的行献纪念日都不知道 不重要 因为我不是日本人 对吗 你是不是日本人 各位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问一下 不是的请举手 是的请举手 我们就是日本人 是叫他们军事尖而已 我们的身份没变 不是说我们现在去拿的政典 中华民国你就是中国人 No 像你进去一个社区 你换政见 你是不是社区里面的人 不是耶 你只是拿了一个方便的政见 你可以在那边进出 但是那个政见可不可以拿出来全世界用 不行耶 为什么台湾人走不出去 因为你拿的政见跟你的身份不符合啊 懂意思吗 你是不是中国人 还是中华民国人 都不是耶 我们的法理身份就是日本台湾人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所拥有的台湾人 我们不是中国台湾人 OK 观念到现在高级班 你还存在说 我是中国人 那你初级班白上了 你又加上新台湾论又没看 那你到外面 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些党派什么的 我们要去抗议 你穿的台湾民政府衣服 你又跑去抗议了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立场 你又忘记了 新台湾论没有读 就差很多 所以要记得 OK 日韩并何条款 那时候发表日期是 明治25年3月17号 就是日本 就是朝鲜半岛的大韩高中皇帝 大韩帝国的高中皇帝 把朝鲜半岛的管辖权 永久交给谁 日本天皇 就是教育赤语 就是文部审 怎么样把日本帝国的成名 这些后来的子子孙孙 把他教育成人格很棒 能够静代化 到目前为止可以维持那么好的 教育水准 明治天皇 亲自写颁布的这个教育赤语 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 传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每个日本人 他的那个样子 包括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有没有很棒 有没有很棒 所以教育赤语 明治天皇陛下 他有很长远的远光 他参与了明治维新 他深深的肯定 欧化静代化 是帮助整个日本帝国 从农业的社会 进步到静代化的国家 所以很快的 短短没有几年 在第一世界大战 第二世界大战 是中间 这个区块 日本帝国 是全世界军事武力 第一强的国家 那时候的国际组织 是什么组织 联合国吗 不是 国际联盟 就是第一世界大战 巴黎合约 那时候组成的 全世界的各国 组成的联盟 那时候德意志帝国战败 战败那成立的国际联盟 就等于是 现在联合国的前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成立什么 联合国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但是同样是世界的 各国的组织 OK 这个影片看过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重要内容 台湾民政府的游行 跟一般的 他们外面 自己当局 各个团体 游行不一样 他们的游行是对 政府的诉求 但是台湾人民 台湾民政府的游行 是对台湾人民的宣告 所以这六个 主要的 跟大家民众宣告的内容 来一起念好吗 来一起念 来第一个 日本是本土他人的祖国 美国是台湾主要占领全国 被占领地区的人民 不应该当兵 再来 旧金章 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台湾人 就是日本台湾人 刚刚还要问 是不是中国人 还在那边犹豫半天 你现在还在被中华民国国民 身份证 迷惑的童心们 好好记得 把新台湾毒手 我还是讲一句话 新台湾论 你一定要毒手 OK 这个官网就有了 所以你如果 不记得的话 你可以上官网 我们这里面一样还是有 OK 好 这在哪里 是啊 在哪一州 哪一州 这在哪一州 高雄州 对啊 对 高雄州 还有人不知道吗 应该知道了吧 高雄州 好 快乐法理革命大游行 OK 刚刚我走到这里 有没有整齐啊 很整齐 OK 好 马祖 你看 我们有很多民众慢慢去发现 原来这些所谓的神明信仰 都是被什么 被 多添加的东西 加油添出 加上去的 欧洲最早的圣母玛利亚是长这个样子 这是让大家一个形象 看后来 这是那时候的佛摩沙人 把最好的装饰通通戴在神的头 身上 有没有 来好像没什么装饰 然后把这些 带在身上好的 通通挂上去 那是不是变成黑面的妈祖 有没有 那请问一下 她是妈祖还是圣母玛利亚 这两点 看一下 亲国引进 台湾的圣母是 不是黑脸 官方引进的 跟台湾本 放在心盖的庙 等于是 林末娘跟圣母玛利亚放在一起 所以才分说白脸的妈祖跟黑面的妈祖 各位 黑面的妈祖就是拜谁 圣母玛利亚 讲师最近还在看到网路上 很夸张 耶稣基督 把他放在庙里面 然后底下用一条龙 把他另外制造一个 对 很有趣 这些民众信仰真的太夸张 更夸张是什么 把讲戒时 把他做成一个偶像 一样当成蒋介石庙 叫什么 中正庙 真的建一座庙 然后旁边都把什么 党灰 党旗 然后上面放党灰 一样 卡连牌 车轮牌放在上面 一样造神 很奇怪 那所以全世界就觉得 对台湾这片土地的人很不理解 为什么 这台湾的土地上的人 今天可以是国民党 明天是民进党 后天不高兴变成亲民党 然后不舒服 变共产党 所以国外人很奇怪 他会觉得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 大部分人都有什么 情绪跟精神上的分裂症 为什么 长期性用毒苹果的教育下来 你的个人的认知 跟对自己的身份 定位 你会搞不清楚 你生活在这种 殖民教育体制下 根本你不清楚 你自己本身是谁 你要透过什么 透过法理才可以把你拉回来 懂意思吗 OK 那时候 清帝国 他所拥有的 是不是整个台湾 不是 中央山脉以西 六个屯肯区 中央山脉有什么 因为这里是什么 高沙 这是原住民 现在讲的原住民 其实那时候叫高沙 他所居住的 一个传统的一个范围 海牙国际法院在针对 南海问题仲裁书当中 一律称呼台湾政府叫什么 中国的台湾当局 台湾Astority of China 这边 Astority of China 台湾Astority of China 中华民国还在不在 还在不在 本来就不在了 死啦 人死了 是不是才有墓碑 来 中华民国他出生什么时候 1912年到什么时候 1949年 正确时间是什么 1949年的4月23号 南京政府覆灭 南京政府的 里面的官员 撤逃一空 蒋介石跟李中仁 通通跑掉 一个跑到成都 一个跑到重庆 那个习惯还在 被人家欺负了 赶快逃回老家 都躲在重庆 躲在成都 那奇怪 为什么蒋介石没有逃回浙江 有没有好好笑 他家不是在奉化 他为什么躲到重庆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他们老是什么 很喜欢刘备 有没有发现 把刘备弄得像什么一样 可是实际上 历史上的定位 刘备是不是好人 跟那些军阀都一样 哪有什么 刘备是正统 曹操是坏人 然后孙权 渔翁得利 其实三个都有问题 懂意思吗 OK 你在读人家的历史 要懂得 就是什么 你要有一个公正 正确的史观 你要不要把它看成说 他们一直在吹捧 那个人才是正统的 不一定 所以你价值观 你要找出来 中华民国 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 你有没有跟僵尸在一起生活啊 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zombie zombie 有没有 有没有电影 厄陵古堡 各位 你现在就多 就住在厄陵古堡的城市里面 跟僵尸一天到晚生活 来 这些断交的 是跟谁断交 跟台湾断交的请举手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请举手 好谢谢 都很清楚 跟谁断交 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有什么身份 昨天是什么日子还记得吗 昨天几月几号 1月12号是什么日子 昨天对各位在座 包括我们所有的日本台湾人 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 就原先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被中华民国的当局叫什么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发了一个公文叫什么 行政训令 节餐制定离1297号训令 把所有的日本台湾人 原来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把它改成什么 中华民国 什么时候 1946年的1月12日 也就是昨天 还记得吗 课上来上 然后昨天什么日子 又开始抓了 懂意思吗 开始要去把这些日期记起来 不要脑袋里面记得 国庆日10月10号 然后那个 那个3月12号是什么 纪念日 然后10月31号是谁的纪念日 那个都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记住自己 我们是什么 民愤 有民愤的人才有权利讲话 懂意思吗 有礼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没有民愤就没办法讲话 我们代表是谁 日本台湾人 谁是我们主权的所有人 日本天皇 那谁在军事占领 控制的我们 美国总统 讲美国对一半 美国总统 那现在美国总统要换谁 川普 OK 那川普今年几岁 大家去了解 川普几岁 来我们看一下官网 我们这次那个2017年就职典礼 我们是赞助的单位 来我们看一下官网 台湾民政府官网 来我们点一下 来往上 往上 来我们点这个 点这个 political.com 来看一下 美国知名网站 来往下 往下一点 往下 继续 继续 我们看一下开头那边 来 美国知名网站 在上面的台湾民政府 知名赞助者是台湾民政府 我看底下 这里 这是什么品牌 Samsung 什么品牌 你有没有拿手机 这个品牌不认识 三星 然后再来 来我们赶往上看 不要看到英文就害怕 来 这个是网站节路下来的 这在讲什么 2017年就职典礼 来往上 这里面内容 它大概有讲到说 这个就职典礼里面会有 记者的访问 还有一些讨论的内容 你这个英文 英文 各位 用力的去研究它 好不好 不要看到英文 倒菜鱼鱼鱼 豆芽菜 我不要去了解 不行 你就跟世界脱轨了 来往上 看到哪里 有没有 这是什么 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底下 这些 这个你还认识吧 认不认识 对啊 OK 来 我们往上 来我们回到这边 我们看一下台湾解答好了 来 台湾解答 这篇文章 记得 要看 那秘书长跟大家讲 要解决台湾问题 有多少人懂得解答 台湾地位 严肃 而且复杂 那提供各位 高级班跟参与人 做政策的参考 避免一知半解 那来我们往上移 往上移 来我们看一下 第44任 欧巴马是第几任 44任 现在川普第几任 45 对啊 直接反应了 欧巴马44 接下来第几任 45 来 稍微脑筋动一下 等一下又打瞌睡 OK 谁有责任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美国总统 所以欧巴马 他有没有把台湾问题解决了 没有 那其实上 有一个电邮门 电子邮件的门 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里面 成为希拉蕊的灶门 希拉蕊写了一封信给欧巴马 就是说美国 他可能要用 他用 他宁愿把台湾 交给中国 来换什么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债 各位要记得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存在什么关系 债权的关系 谁跟谁借钱 美国跟中国借钱 那借的钱会不会还 会不会还 会还的请举手 不会还的请举手 不知道请举手 各位 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 空军的长官叫什么名字 戴旭 他在演讲的时候 北京的大学的学生就问 问戴旭 他问他 那个美国 他有演讲嘛 他就是北京大学跟那个 那个美国副总统 好像就有去对谈 然后那个同样学生也是问戴旭 那个美国副总统讲说 美国欠中国的债 就好像那个美国人肚子里面的一块肉 那是什么意思 那戴旭就跟他讲 各位 你想想看 吃进去的肉 拿得出来吗 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 拉出来变什么 米田共 所以美国会不会还 不会还 美国其实有很多记录 欠债不会还 第一次 也就是什么 跟他的母国 还没打独立战争之前 1776嘛 那个之前 跟英国借了钱 后来没有还 没有还 跟英国打仗 谁赢 美国打赢 华盛顿啊 他不是领导独立军 打胜仗啊 所以美国独立建国 那笔仗有没有还 没有还 第二次是哪里 跟荷兰 跟西班牙借钱 有没有还 没有还 美西战争打一打 谁打赢 美国打赢 西班牙 哥让哪四个地方 各位上课还记得吗 菲律宾 关岛 古巴 还有哪里 波罗里哥 那波罗里哥 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那现在 波罗里哥是不是 每个人生活很好 那我们台湾呢 台湾现在跟波罗里哥 很像 很像地点在哪里 这是 它原先 波罗里哥 它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很有趣哦 美国打赢 西班牙之后 签订了巴黎合约 那 波罗里哥呢 就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那美国的国务院 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波罗里哥这个地方 它的民众 有没有很努力赚钱 没有 每个人都很胖 生活没有什么烦恼 缺钱跟谁拿 跟美国拿 每年拿多少 拿好几亿 你想想看 对美国国会来讲 美国国务院来讲 是不是一个负担 所以一直想要解决 所以美国国防部 他就想说 那就透过 公投 就鼓励波罗里哥人 我们来举办公投 第一次是什么 给你们独立好了 独立要怎么样 一个地方要独立 所有的民众要不要 掏钱出来买武器啊 要不要 要不要缴税 那原先不用花钱 不用缴税的 你要不要花钱 要不要缴税 要不要当兵 要不要 你的小孩子 本来不用当兵的 因为独立 要去当兵 要的请举手 原先是美国 照顾好好的 然后鼓励你 独立建国 然后让你的小孩子 去当兵 你觉得这样好的 请举手 不好的请举手 对啊 每个都很聪明吧 OK 那 波罗里哥的 里面的政治人物 也很聪明 他的代表很聪明 大家都投否定 都不要 不要 不要答应 这是第一次的公投 过去了 四年后 再办一个公投 办什么 波罗里哥变成美国的51州 办这个公投 然后后来这波罗里哥的 这些政治人物 就赶快去游说 变成51州 各位 要不要当兵 要不要缴税 要 那如果你是波罗里哥的 民众 你要不要 投公投 投否定呢 还是投赞成 那我问一下 你投赞成的请举手 否定的不要的请举手 对啊都很聪明吧 OK 这样子两个公投 八年过去了 因为每年 波罗里哥人要跟 美国拿好几亿的美金 八年过去 抗手三鱼没有办法解决 后来美国这边的方面 起烦恼的很生气 不行 你们这样在跑漏洞 独立公投 跟51州的公投 一起 合在一起 让你公投 来猜猜看 波罗里哥的人 他会怎么样 来投这一个票 第一个 赞成 独立的 波罗里哥独立的请举手 你认为 独立比较好的请举手 成为51州比较好的举手 就只有两个选项 来请举手 51州的请举手 对 OK 为什么51州比较好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国会 在第二次世界战之后 国会已经决定了 美国不再增加海外领土 美国已经50州了 如果多会出一个51州 请问 美国国旗要不要改 那51州的第51颗星 要放哪里 而且什么 给世界一个不好的印象 这是美国 你军事武力很强 但是你在 对国外 进行什么 不断扩张你的领土 会不会让人家产生 美国帝国主义的坏印象 会不会 会 所以美国国会也很聪明 决定了 不再增加海外领土 所以 波罗尼各 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因为这个结果爆回去 美国国会就马上打脸 笨蛋 美国国会已经决定 不再增加海外领土 怎么会还有51州 所以各位1898年的美西战争的巴黎合约 西班牙把古巴跟关岛 菲律宾跟波罗尼各 割给美国了 那波罗尼各 照理讲 它是最有资格独立的 最有资格 变成美国51州的 结果没有办法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总统 军事占领台湾 台湾会不会变成美国的51州 会还是不会 不会 因为美国的宪法里面很清楚 要照着万国公法来行事 所以 绝对不会违背万国公法 所以要记得 OK 一连串错误导致日本帝国将盟军投降 那日本台湾从原本的纯粹的中国人占领 而结合中国人流亡变成复杂的中国人的殖民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治理当局是什么性质 中国殖民政权 台湾Associety of China 不是台湾 OK 来 那个新的童心 有上过初级班吗 有 OK 有问题就解答 要解决台湾问题 而没有看到日本天皇和台湾 残存的法理关系 有如原木求雨无解 所以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既然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那台湾可不可以独立建国 不行 台湾有主人 台湾有主人 谁是主人 日本天皇 不是美国 OK 来 往上翻 往上 来 明治宪法 在1889年2月11号公布 日本帝国曾经使用日本 日本国 大日本 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等名称为国民 那到1936年 国号才正式统一为什么 大日本帝国 英文什么 Emperor of Japan 所以国家的名字要记得 其实我们现在 各位 我们跟伊拉克 跟阿富汗 状况一样 什么状况 在战争法的 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只是被美国 总统所带领的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地方叫什么 Formosa and Pestorius 就是美国人讲的 台湾 被军事政府占领 那我们身份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谁改变我们 中华民国当局 所以去年2015年的 2月28日 台湾民政府 Roger C.S.Din 跟Julian Lin 带领着TCG 台湾Civil Government 到美国 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 控告谁 美国 再加告谁 中华民国 他透过 中华民国 透过 节餐制定 01297号训令 在 1946年的 1月12号 把所有的 本土台湾人 就是日本台湾人的 国籍 从大日本帝国 改成什么 中华民国 1946年 1月12号 中华民国 没有灭亡 有没有灭亡 还没有灭亡 中华民国 在1949年的 4月23号 南京政府 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1949年的 10月1日 成立 所以这个时间 你要记得 那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什么时候开始 动作 开始运作 在1949年的 12月初 才运作这个 流亡政府的机制 这些时间点 记得 然后 最主要一点 还是一样 新台湾人 你一定要 把它看守 讲师刚才讲的 这些内容都是 新台湾人里面 所有的重点 OK 从日本国民的轨迹 历史轨迹 我们有一堂课 叫历史的轨迹 各位 你也可以去看 就是把所有的 那个 台湾这边土地的 历史 有历史轨迹 这一堂课 讲师也有在讲 所以这个也是一堂课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发现 讲师他 每一堂课的 那个 主题 其实 新台湾论里面 都是关键字 OK 好 无论是大正凤凤 之前幕府时期 天皇没有实权的 日本时期 到大正凤凤后 明治宪法体制下 天皇有实权的 大日本帝国时期 还有什么 和平宪法体制下 天皇没有实际权的 日本国 也就是现在的 新日本政府 天皇没有权力 有没有实权 没有 没有实权 代不代表 日本天皇 没有日本国的 所有权 不代表 现在日本国的 所有权是谁 日本天皇 一样 OK 都是千秋万世 天皇之国的延续 一脉相承的日本 没有新旧之分 OK 好 那明治宪法第73条 修宪程序完成什么 和平宪法 那 无论用什么名称颁布 本质是什么 天皇没有行使主权 权力 全能的日本宪法 只是改变日本的 政府体制是什么 政体 国体有没有改变 没有 国体没有改变 国体跟政体 要记得 分清楚 现在台湾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台湾跟中华民国分不开 很多人就是把台湾跟中华民国 合在一起 像这几天 有一个国家跟中华民国断交 是哪个国家 各位 时事要看 我们不要只是看新闻 看某某女心 跟男心的绯闻 看韩剧 那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情 都不了解 蔡英文去国外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只是只有蔡英文 你要去了解 整个国际上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哪个国家 奈及利亚 奈及利亚跟什么 跟中华民国断交 不是跟台湾断交 那他们是讲说 没有断交 没有建交过 那他露出来什么 原来是用签约的 他每个地方办事处是用签约的 有没有好笑 他办事处用签约的 好像那样什么 跟房东租约 租一租然后签约 原来台北经贸办事处 用签约的 有没有觉得 焕然一新 还有什么 蒋介石在 他来台湾之后 他所有的文件 各位你要知道 现在通通都上传网站 他包括他批示一些文件 通通都公开 这个各位你要知道 为什么 方便转型争议 蒋介石你批过那些文字 发生的事情 通通都跟这些文件都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 中华民国当局犯了什么 战争罪 第一个 在1945年的10月25日 把交战国占领日 当做什么 台湾光复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把日产 就是日本帝国留下来 在台湾的财产 变成党产跟私产 第二个 第三个 在1946年的1月12号 把所有日本台湾人的 大日本帝国国籍 改成中华民国 这也是违反国际战争法 交战国军事占领期间 你可不可以改变 占领地 人民的国籍 不行 世界人权宣言第15条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了 每个人都有拥有国籍 每个人拥有的国籍 不可以因为任何的理由 剥夺或者是否定 这要记得 重要的重点 OK 那 那个 夫人在美国 华盛顿那边 那个国际记者 记录部 那个影片 各位有看过吗 看过有请举手 没看过有请举手 好 来我们放一下 那个 夫人在 2015年3月12日 那个影片的内容 那是我们控告 中华民国 不是这个 这个是时报周刊 美国记者会 稍微看一下 在桌面 这篇台湾解答 各位高级班的同心 记得 你要上官网 把这篇看懂 OK I'd like to begin by introducing Mrs. Lin if I may and then I'll turn the podium over to her So Mrs. Julian T.A. Lin was born in Taiwan She grew up in a native 台湾ese family Her parents are just victims of the ROC's 1946 international decrees Since her childhood She has witnessed many and equal treatment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wished one day that she could improve the justic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After she married Dr. Roger Lin She became a volunteer to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were in political purgatory They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ty She refuses to continually endure the ROC's unfair treatments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time Mrs. Julian Lin and her husband together su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relieve Taiwan from the regime violating the human rights Eventually Th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status May I please introduce Mrs. Julian Lin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ese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ol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th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th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there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u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State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es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s the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s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s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s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imposing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I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y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Being told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You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the pain for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the pain for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d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the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For the past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are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God bless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講得怎麼樣 鼓掌 鼓掌 好 你覺得這樣對嗎 來 童心請坐一下 請坐 來 OK 那個手機記得要關 那個手機記得要關 我們每個你看 手機一響都沒上課了 有沒有重要 各位 上課前上課 麻煩手機關給正音 鋼書鋼科 兩分鐘都說你的手機 這樣不好 OK 麻煩調整一下 謝謝 伊拉克的人 你現在 現在你現在想一下 如果你是伊拉克的人 美國軍隊 把原來的海山政府推翻了 然後就跟你宣布 原先你今天是伊拉克國籍 明天 美國 政府跟你講 你現在不是伊拉克國籍了 明天你就是美國國籍 你願意嗎 願意嗎 對啊 有沒有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15條的規定 有沒有 人人都應該要有國籍 2006年的10月24日 有台灣平民 林志森先生 林志森博士 就是帶著台灣民政府的228名的奔赫桃人 去哪裡 去美國 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方法院 控告誰 美國政府 控告什麼事情 還記得嗎 好 各位 新台灣論 我還是一樣 來同心麻煩舉給大家看 只有他有帶新台灣論 這一本 記得要帶回家看 好 謝謝 隨身要攜帶 這一本不是說很重 我不要讀 還是放在家裡書架 然後客人來 你看 我有在讀書 讀那麼厚的書 不是拿來炫耀的 是什麼 把它讀到腦袋裡面 好不好 OK 2006年12月4日 我再講一次 台灣平民林志森等 228名的奔赫桃人 到美國 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方法院 控告美國政府 當時總統是誰 布希 國務卿 萊斯 控告的標的是什麼 台灣的國際地位 以及什麼 台灣人權保護為訴求 我們知道 美國它 辯論的時候 同樣是講什麼 國家免數 就是你來告國家 我可以不要理你 但是美國這個國家 有一個很重要的 人家講什麼 軟肋 軟肋 就是它 最脆弱的地方是哪裡 人權 對 台灣 甚至整個日本帝國 被美國軍事佔領了 那佔領地上的百姓民眾 有沒有人權 有沒有 天賦人權 重要的就是在這裡 免於匱乏 免於恐懼 這些自然的要求 還有什麼 自我保護 你侵犯到 軍事佔領地的人權的時候 軍事佔領地的人民 該不該向主要的 佔領全國的法院 控告 該不該 應該 所以 兩次的官司 都有成立 為什麼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它 本來 有權利 在這裡 軍事佔領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保護我們的義務 我們的人權被 剝奪了 有損害了 本來就是要控告 你為了美國利益 照顧你的盟友 蔣介石帶來這批人 甚至是他後來的 後續的子孫 延續到現在叫 中國殖民政權 台灣 Authority of China 你照顧這群人 忽略了佔領地 日本台灣人的權利 你把我們當作什麼 要不要告 絕對要告 所以第一次的2006年 12月4日的官司 又得到五項的結論 就是在2009年的4月7日 由巡迴法官 Brown的判決 08-5078 他得到五項結論 各位還記得嗎 第一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現在什麼情況 活在政治煉獄當中 那承認現在台灣至今還是美國軍事佔領 第五 美國的法院要求美國各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這是五項結論 那 去年2015年的2月28號 台灣時間 美國時間什麼時候 2月27號 所以 剛剛 忽略在 國際 記者俱樂部 這些 談話內容 各位 你要記得 後面有簡介 我們轉頭看一下 在那個鏡頭後面 桌上有簡介 各位 同心你上完課 你可以到那邊 去哪一本 好不好 裡面有那個 記者會的內容 OK 這一篇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很長 我們鼓勵大家 到台灣民政筆官網 台灣解答 慢慢去看 我們看其他分頁 台灣短頻 來 等一下 這個等一下好了 來我們看最近的 中國軍艦 我們看到中國軍艦 來 往下 沒有 往上一點 上一點 標題 我看標題 來 中國軍艦是紫老虎 美國的海軍 他是艦艇的中將 弱爆的 OK 來往上 這是昨天的新聞 各位 你有沒有看新聞 這個國際新聞很重要 來 來 大家看到這個 遼寧劍 有個女性不是講 她來保護我們 來 我問一下 這句話 對著請舉手 遼寧號是來保護我們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來 後面 對著請舉手 臺語聽得懂嗎 來請坐 遼寧號 他是從哪裡來的 他是跟俄羅斯買的 那種 本來是核子動力 的航空母艦 後來把什麼 炸掉 那俄羅斯 賣給中國 當然重要的 給西 一些重要的 把它 拆除 然後剩下什麼 剩下一些外殼 然後從那個 俄羅斯那邊 飄洋過海 多久啊 好像很久 對 他得到這一台 他把他建造成海上旅館 本來有一個 中國富商 本來要買去當海上旅館 然後 中國的解放軍 他把他改成 航空母艦 那一開始 大家知道 他一開始沒有得到技術 所以上面什麼 表演那個 特技 就是他的 空軍的飛機 表演特技在上面 後來 最近幾年 中國的經濟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他的經濟復甦了 很進步 甚至他的地鐵 甚至他所 平常在 市面上 所流通的是什麼 用支付寶 他們外出 他們的老百姓出門 有沒有在帶錢 有 帶錢用什麼 買一些地攤貨 這時候 可能沒辦法用支付寶 他才用人民幣支付 那大部分 他都用 二維碼 QR碼 這樣再 所以他每個地方 說實在的 說實在的 因為我們大概 這陣子有上過 連訓 秘書長 大概有跟我們說明 川普 包括普丁一些 告訴我們最新的 訊息 那我們慢慢要對什麼 中國要有一點 心理準備 他不是像過去這樣 因為什麼 他經濟復甦了 有些很多條件 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要特別留意 那中國是不是我們的敵人 中國跟我們有沒有仇 有沒有仇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我們有沒有仇 來問一下 有仇請舉手 沒有仇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謝謝 誰跟我們有仇 誰跟我們有仇 中國國民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派軍隊來台灣殺我們嗎 有沒有 沒有啊 誰殺我們 228誰做的 對啊 那我剛剛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仇 跟我們有沒有仇 有的請舉手 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各位 腦筋都有讀書啊 懂嗎 我們過去讀的書是不是告訴我們 萬惡的共匪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日本天皇所擁有在台灣這邊土地上的人 跟中國有什麼仇恨 誰來殺我們 蔣介石耶 中國國民黨這些黨軍 包括後來這些共犯結構 中華民國民進黨 中華民國親民黨 中華民國時代力量 通通都是各位我們的敵人 懂了嗎 都是我們的敵人耶 不可以想說 他現在在台面上 他講愛台灣 你就支持他 他口口聲聲就是要愛台灣 那愛什麼 愛各位你口袋的錢 他萬不得希望各位 你的子子孫孫都不要生小孩 讓他的中國 越來越多 各位知道嗎 現在年輕人 我們的辛苦的 本土台灣人的子弟 有沒有人敢結婚 娶自己就不會我 養自己都養不活 還要成家生小孩 那現在呢 你看看 他們那邊的留學生來 一個月三萬塊 嘿 有沒有差很多 我們這邊一個人做三分工作 他是一個月來三萬塊 我們 本土台灣人的年輕人 一個月做三個工作 然後養他們 有沒有公平 人權保護為宿求 我們人權被侵害了 還習以為常 這問題很嚴重 OK 你看這美國資金報導 美國的海軍中將羅登 在防務新聞訪問的時候 已經跟他講 六週 你看往上 往上一點 兩艘灰色的軍艦 掛著不少的旗幟 各位 全世界 所以 軍艦上面 旗幟掛最多的是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 每次什麼慶典 旗幟掛的那個很密集的程度 超乎你的想像是哪個國家 中國 中國 中國的 你看看 世界每個地方 你看那個有沒有很誇張 那個旗幟插的密的跟什麼一樣 人家旗幟在進步國家 他只要插幾根就好了 有沒有必要插那麼多旗幟 沒有必要 OK 來 用一個濕的紙口袋 紙袋就好了 就可以把它困住 來 往上 羅登表示 他可以一艘導彈的巡航艦 入列 就可以出港 那有沒有去測試 沒有 就急著要出 顯示他的國家力量 那他能不能保證這幾艘艦艇 在海上會不會拋錨 沒辦法 羅登還說 中國人是怎麼想的我不知道 他們覺得他們得這麼做 我對什麼目的我不清楚 中國人的思想 外國人很難想像 這樣你就知道 他們那個想法是很奇特的 好 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這個 United Cemetery 這個是 這幾天 美國的一個軍事新聞 你看一下他那個 人造的那個 無人飛機 你看他那個影片 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美國的科技 開飛機要不要人去開 看一下 這當然是戰機 為什麼 他要監控 那些那個 無人飛機 聲音稍微小一點 OK 有沒有看到他放那個小小的有沒有 細細的從這裡跑出來 那個就是無人飛機 看大小大概像那個 小鳥這樣子 那你在地上看 你會覺得那是鳥還是飛機 你看不清楚 鳥跟飛機會分不清楚 結果那個是有戰鬥能力的飛機 甚至是偵察機 你看它密敵程度 現在美國的軍事力量 軍事科技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這是那個雷達圖 它還有辦法密集的編隊 你看它有隊形 因為射門 你會想得到嗎 你現在是要… 那嗎 你這方面 就是 不過 還可以做包圍 影片到這裡就好 台灣民政府的主管單位是誰 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在戰爭法的架構下 台灣民政府是怎麼成立的 還記得嗎 怎麼成立的 依什麼成立的 初級班有沒有上 來我問一下 初級班有上過請舉手 沒上過請舉手 來中間那個 童星 有沒有上過初級班 有 來有沒有上過初級班 上過請舉手 有嗎 麻煩你舉一下手 這樣我才認識你 這樣才知道說你有沒有上初級班 有沒有要講初級班的內容 大家都上過了 各位你要記得 台灣民政府是依據什麼成立的 戰爭法 戰爭法 有沒有簡單 不簡單 戰爭法不簡單 依據戰爭法由被美國軍事政府佔領的 本土台灣人成立的台灣民政府 全民是什麼 還記得嗎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那這個地方呢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軍政府 所以在戰爭法架構下 軍政府管民政府 那民政府管什麼 民事 軍政府呢 外交跟什麼 軍事 由軍事政府負責 這要記得喔 懂嗎 那這一期的高級班 H 170113 2017年1月13號開課 所以這一屆要記得喔 來我們旁邊童心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的童心 這都是你同一期的喔 不要忘記囉 OK 好 這個影片喔 看了來 我們看一下 有個網站喔 TVPS作假的新聞散佈謠言 又被抓包 緊急下架 你看的新聞是真的嗎 來看一下 假新聞 NCC啊 共犯 12月1號 這是捏造的 抗議後才撤稿 來往上 這個網站也要慢慢看喔 那個 很多 突襲行政院 新大學生 承認發起 來往下 沒有 來看一下 捏造抗議學生 煽動流血 把它剪接了 來往上 來繼續看 什麼颱風來看一下 什麼颱風來看一下 這標題 往下滑一下 蘇敵勒風災 復原塊 往 又踢爆喔 你看這裡 結果 這兩個 來往上 這個網站 各位 你要有機會再慢慢看喔 時間的關係 OK 你看 在路上隨便攬訪 這麼巧 來往上 你看那個 民眾 來 移一下 往下移 各位 民眾的車內有TBS的東西 裝備 這個叫民眾 所以 你看的新聞 你有沒有把握那是真的 有沒有辦法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來 往上 2015年7月17號 美國官員發言 講了說 美國不會干涉兩岸 結果中天新聞把它剪接扭下 我舉成 民進黨 正在 密會 北京 兩件事情有沒有一樣 怎麼可以剪接的 好 來 往上 OK 那我們看這個網站 來 往下移 回到最頭那邊 鍵盤柯南 你們到時候再去翻一翻 很有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廣大 民眾 看新聞 不會是像 一般 然後我看了 新聞就是對的 會去檢驗 為什麼 大家有一個邏輯出來的 有沒有辦法在漁民教育的 沒有辦法 慢慢 大家有檢驗出那種 理性出來的 OK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短評 來 這邊 你如果對初級班課程還沒有記很清楚的 台灣短評 你帶來看一下 台灣民政策 2008年2月2日在舊金安和平條約下 萬國公法制約下 及 美國國內法 美國台灣關係法下的 台灣占領當局登記了7個組織 依國際戰爭法 有沒有看到 依什麼 也就是戰爭法 以戰爭法成立什麼 台灣民政府 然後在什麼時候掛牌 2010年的7月10號 各位有沒有到時光走廊 有沒有 周班長是不是跟大家介紹 你有沒有記得 忘記了 OK 2010年7月10號在華盛頓DC正式掛牌 向國際194個國家announce 布達 2010年的9月8號在華盛頓DC 世紀酒店舉行慶祝酒會 那美國各界有參加 在時光走廊那邊可以看到 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務院 甚至 各大的媒體 華盛頓 郵報那些紐約時報 都來參加 非常多的政府單位 還有什麼美國的司法部 都來參加 OK 那個 找得到那個嗎 官網那個文件 美國司法部寄給秘書長的文件 有沒有 那張圖 找一下 在那個官網裡面 有圖片 各位 你跟殭屍生活 會不會害怕 會不會 會 為什麼跟中華民國 那麼 那麼親近 他每天在吸你的血 結果你跟他很親了 你會不會受傷 還會被他傳染失毒 OK 有沒有找到 在官網 你找官網 你找官網 來我們回到官網 一起來找 點官網 來秀在這邊 來放大 官網 官網 往上 往上移 往上 最底下這裡 不是有好幾個案件嗎 這幾個案件都是重要的事件 第一次控美案 第二次控美案 政府登上G7專刊 天王的祝壽團 還有什麼 為什麼要拜禁國神社 三萬九千一百名的 台灣英靈在裡面 參加戰爭 聯合國承認 民政府的ID 這些 華盛頓記者會 東京盛大晚宴 還有什麼 在台北世貌的音樂演講會 2013年在世紀酒店記者會 還有什麼 華盛頓辦公室成立 來我們點這個 來我們看一下當年 有沒有 好 往上 在8月20號發布的 消息 好 我們回到上一頁 回到上一頁 上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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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往上 官方證明文件 點官方證明文件 來 往上 在這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哪個單位的名字 美國司法部的名稱 各位記得 來 我們看 2012年 July 7月3號 31號 7月31號 OK 這是誰 Mr.Roger C.S.Lin 是誰 誰 秘書長 Secretary Colonel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這是華盛頓DC的地址 Dear Mr.Lin 就是在稱呼秘書長 這些 內容 來 往上 先設立 助理 助理 這是那個美國司法部的 寫信的人的簽名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來 我們看 往下移 這邊是不是寫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是政黨還是政府 是民間組織嗎 不是喔 來 我們往上移 這些官方文件記得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的註冊 文件 在美國的各個政府單位 都要到哥倫比亞特區 去註冊 為什麼要註冊 每個 每個政府單位 會不會用到錢 要用錢 要做事有沒有 要不要作賬 他們的 政府官員 跟賬 是分開來的 你作賬 要開一個基金會 然後跟什麼 向美國政府報賬 繳稅 好 來 往上移 那 TCG Foundation OK 往上 好 來 那時候的華府辦公室外觀 來 往上 繼續往上 在這邊 華盛頓DC 這整棟 都是 那個很多 像民政府的都會在這邊 來 往上 內部 來 繼續 後來 TCG Foundation 全新更名為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 來 往上 美國官方何可證明文件 這邊有寫了 來 看一下這裡 台灣Government Foundation 往上 來 繼續 這裡 正式完成美國官方註冊 政治組織的登記書 來 往上 OK 好 來 就這樣 好 好 我們回到那個 短評那邊 看這裡 10月6號 在台灣台北 成立台灣民政府 內閣跟參議院 原本台灣民政府應該是 在什麼時候就要成立的 1945年的10月25日 中國軍隊開始 在日本國土 台灣的軍事佔領 到1952年4月27日 究竟和平條約生效前 這段期間 這段期間 中國軍事政府 也就是行政長官公署 應該要照國際戰爭法 在日本 台灣 應該要設立 結果沒有設立 沒有 臨時治理機構 然而在1952年4月28日 生效的 舊金安和平條約架構內 應該變成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依照 國際戰爭法 在日本台灣佔領地 比照 琉球列島 美國軍事政府 包括沖繩公古 八重山 日本琉球的佔領 以成立琉球民政府 這個模式 應該主動以親自或代理 設立臨時的治理機構 但是 非關人民主權 事實上呢 目前還沒有 需要 台灣人民民意支持 台灣民政府 需不需要人家 投票支持啊 要不要 國際戰爭法 為什麼要人家支持 因此沒有詐騙空間 相反的是 需要本土台灣人民 自己去深入了解 各位 你有沒有經台灣論 你自己要負責 不是講師的責任 你可以不要看 但是什麼 你不懂 你不了解 你以後 人家問你 你回答不出來 誰漏氣啊 誰漏氣 你漏氣 你穿這個衣服 台灣民政府 結果問你發力 不懂 怎麼辦 自己要了解 好不好 OK 台灣民政府雖然是 台灣地位正常化過程中 所必須設立的攤頭堡 而其成立的信 台灣到達最終地位 台灣政府 暫時還沒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目前 地位未定 有帶美國 法理解決 針對這一點 在華盾DC的台灣民政府 會與美國政府協商 來往上 OK 本土台灣人 唯有在國際法理的架構內 尋求什麼 地位正常化 地位正常化 不是台灣獨立 要看清楚 也不是自治 台灣自治是嗎 不是 台灣建國對不對 不對 看清楚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 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台灣國政府 台灣自治政府 台灣臨時政府 都不對 只能用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 戰爭法的架構 唯一的名字 你不能改的 懂意思嗎 而且是什麼 本土台灣人 才有活路 如果依照 主權在明的政治理念 忘記台灣人 在處於 戰敗後的軍事佔領 一廂情願為台灣地位 下定論 只會把台灣 本土台灣人 送到哪裡 中國統治的死路 你是戰爭的戰敗 各位我問你 你是戰敗的請舉手 戰勝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那沒有舉手是 用以後的也沒關係啊 你戰爭的戰敗 來請舉手 戰敗請舉手 謝謝 不是人說 就對人附和 腦袋有 腦袋有 腦袋裡面有觀念 台灣有參加戰爭嗎 沒有 沒有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台灣有參加戰爭呢 戰爭還是戰敗 戰敗啊 你要承認 我們本來就是戰敗 戰敗才有活路 美國就必須軍事佔領 而不是拿著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活在中國統治的死路 我是戰勝國啊 屬於中華民國啊 所以是活路嗎 死路一條 如果維持現狀還是死路一條 我不要改變 沒有路可以走了 只有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照著法理台灣所帶領的法理路 才是唯一的出路 懂意思嗎 OK 謝謝 謝謝 這個網頁到這裡 這網頁成功好了 這邊 按這個就可以了 拋棚也可以嗎 可以 誰跟殭屍國在交往 奈吉利亞這幾天脫離險境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玩啊 你要不要吸血 奈吉利亞脫離險境 你看那個海牙國際法院 對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定義為什麼 台灣 哪裡 從哪裡來的 China 所以蔡英文他代表什麼 中國政府 所以他在外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沒有權力糾正他 有沒有權利 有 絕對有權利 他的宗祖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蔡英文現在帶領的這一批 政治台灣 就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懂了嗎 你有沒有投票啊 有沒有 有啊 有沒有收過紅包 有沒有收過政治招待 來 帶你去遊覽 候選人選 幫你出錢 有沒有 沒有 哪有可能 OK 來 看清楚喔 台灣是美國佔領地 天皇的土地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台灣 台灣 1945到1952 Japan 屬於Japan的喔 在佔領 美國跟Report of China的蔣介石 Corea 台灣是美國佔領天皇的土地 所以 戰爭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 重點 依據國際戰爭法 佔領地 維持和平 一段時間後 佔領者 必然要離開 OK 所以 記得 美國是不是永遠 可以佔領在這裡 台灣民政府 維持 和平 就是台灣民政府 接續之後 在這個軍事佔領地上 維持的 和平 一段時間之後 美國軍事政府 就要比照像 伊拉克一樣 美國軍事政府 是不是要離開 結束佔領 那結束軍事佔領 是誰宣布 美國總統宣布 就是美國國會決議 然後交給美國總統宣布 終止美國軍事佔領 各位 現在台灣有沒有結束軍事佔領啊 你們有沒有聽過美國軍事總統說 我結束對台灣的佔領 有沒有 沒有啊 對啊 所以台灣是不是正常 台灣是不是正常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喔 它是什麼 美國軍事佔領地 那中華民國欸 那中華民國欸 是流亡政府 不是台灣 有沒有分清楚 台灣跟中華民國分開來啊 像房東跟租客分得清楚嗎 租客租房東的房子 不是 但不代表房東的房子是租客的 不是啊 對啊 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灣 那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啊 這觀念要出來 那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啊 分開來啊 那有沒有簡單 不簡單 你看新聞就看就不簡單了 被佔領方 這個土地上有兩種人 佔領方跟被佔領方 這是日本跟什麼 美國 誰跟美國是同盟國 看到沒 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美國 那中華民國欸 中華民國欸 其實是美國的麥克阿瑟透過 一號命令 指定蔣介石 帶著他的軍隊 來 佔領台灣 但是有沒有把台灣澎湖的主權交給蔣介石 沒有 那中華民國是 連帶很像什麼 買衣送衣 這些流亡難民跟著蔣介石一起來台灣 懂意思吧 變成流亡政府 在哪裡 台北市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北 演變到現在變成什麼 中國殖民政權 因為ECFA在2010年的6月29號簽訂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協會 跟他們的海基會 簽訂了ECFA 兩邊不再打仗了 那請問一下 原來的流亡政府 留在台灣的 合理性 它的 講流亡狀態 那個原因是不是消失了 是不是消失了 變成殖民政府 所以叫殖民當局 台灣 Astority of China 他是殖民 所以他給你的教材 跟新聞 你要用法理的觀念 把它糾正 不要聽了他講的 你就信以為真 要保持懷疑 OK 邦交國是用錢買來的假邦交 有沒有看到 被佔領地的台灣人民 不應該當兵 你看1937年10月 那時候的台灣澎湖 有五個州 三個廳 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沒有秘書長 踏出第一步來控媒 根本不會有很多學者 開始挖歷史的真相 如果你是秘書長 你發現各項國際條約 可以幫助台灣 恢復國際地位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 一樣是控媒嗎 還是一樣過原本生活 反正不關置也是 控媒案實際上呢 對台灣國際地位來講 已經勝訴了 等於是法理革命很多年 那歷史上有哪一個革命的人 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成功 你負責快樂法理革命 你知道什麼時候會成功嗎 知道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謝謝請放下 有人知道嗎 當時的成功 會不會 你我都知道嗎 地緒你是原天鋼 你也要推背圖 你很厲害 沒有人比較厲害 OK 你當時的成功 不然你來走看看 你如果是Dr.Roger CSD 你來告訴我 你都沒有把握 你來講 什麼樣 來 整個控媒案過程當中 最消耗的是什麼 時間跟金錢 律師費 每個月很貴 台灣民眾有沒有跟各位學員募款 沒有 那是我們大家已經成為同心了 大家想說幫忙 這場法理革命是一則小鯨魚 鬥大鯨魚的故事 你願不願意 願不願意 看你 社會永遠存在似與非 自己本身要去研究 不要隨便聽人家片面之詞 台灣民眾是詐騙集團 詐騙在哪裡 你要對自己負責 不是退卸別人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思考 有很多人為了台灣這片土地 正在努力朝著目標前進 加油 今天課程到這裡 謝謝大家